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州之乱的真凶 乃是当朝太子 慕容悬炼 你说什么 十年前 太子伪造威北军令牌 利用张义的莫迈死事 乔装成威北军在青州城内放武 后派曾经的谋士理清 煽动百姓围攻军营 大哥为了夺敌 让威北军这只忠义之师变成了罪军 让整整十万无辜百姓葬身火海 他才是真正的人徒 你所谋求的不就是储君之位吗 你这么想要 大哥可以让给你 为何要在父皇面前捏造这些说辞呢 大哥 张义没有死 不仅张义没死 李清也没有死 他们二人就在我手中 大哥还要接着狡辩吗 父皇 文华阁走水一事 是太子为了灭口张义 及他的莫迈死事 而故意制造的一起意外 儿臣正是从张义口中 得知了李清的下落 十年前 大哥灭口李清 却被张义从暗中救下 藏于西山矿场 儿臣此前故意失踪 就是为了去找李清 这 就是李清的认罪书 皇上 你就是知道了真相 又能如何呢 躲地之正 谁的手里不沾线 是朕把老三变成了剑靶子 入味为精之道 老三不如太子 朕的选择没有错 政敛 来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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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议 御议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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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皇上 皇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